你当初学生嫁给他了 瞎了眼睛了都 瞎了眼睛了 您接着说 还有别的吗 有 就是有一次吧 就是说我说天暖和了 我说咱们带孩子出去溜达溜去 我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待着都待成郁郁了 一动不出去 因为往家孩子就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带 自己带啊 对 就是我一个人带 自在出生开始就是自己一个人带 厉害厉害厉害 后来了我说你带我出去 咱们出去就是说 咱远处不去 咱可近处溜达溜达搬 然后他说那个 溜达啥呀 我一天天挣钱多不容易呀 还总出去溜达去 哪有时间总让你出去呀 就这样 早是在家带着你的得了 带好你的孩子就这样 因为我心里还是挺小的 出去爱感冒 然后我天天上班也没空 刚才你媳妇学的是你的原话吗 让人在家带着出去 是 你咋那么嘚瑟呢 这个确实挺气人的 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说就刷呀 刷完了我也没搭了 这事就过去了 过去了然后有一次 他就给孩子买就是那个 买东西嘛 然后正好我也没有化妆品了 没有化妆品 我说那个 我说咱俩出席上 我说我买到化妆品嘛 我说没有擦脸的了 我说现在就又换季了 衣服就是说生完孩子只能是以前的衣服只能是穿不了了 他说那个凑合穿得了 那个擦啥擦呀 谁像你天天的擦这擦哪个呀 我说你看你 我说又花不了多少钱 至于的吗 就不中不让买啥也不让化妆品 你去买化妆品干啥呀 有那钱的还是卖点奶粉 那人家谁都出去 谁都出去都擦都抹都抹都带的 我又不想说跟人家攀比这攀比那个 那我处处都替你想 那你为啥不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想想呀 你也不出去 我哪没站你一角度想 那你站在我的角度想 你为啥回家就得跟我耍跟我作呀 那你在家连个孩子都看不好了 那我看不好了 那人家现在跟我正大的小媳妇 咱跟抢着你都知道 公公伯伯都帮你带 你妈你妈身体不好 没人给我带 全都靠我自己还咋的呀 谁家那天天的公公伯伯都把饭菜都给做好了 到我这来全都是我自己把饭菜给你做好了 你回家了下班回来袜子一双不洗 全都得我给你洗 你自己洗过一双吗 孩子衣服你给洗过几家 问你的 没洗过 我这外边干活也不容易 一天天也挺辛苦的 希望他也能晾起我一下 你周围的哥们是不是都是这样 差不多 啥叫差不多呀 人家就是咱家那边的跟咱们结婚差不多的 人家天天带媳妇干这干那 媳妇说买啥就买啥 人家天天在上公公婆婆那头吃起 我自打生了孩子之后 我上你妈你爸都吃过几回饭 你自己怕是良心问问你自己 我爸我妈身体不好 我再说我 是啊你爸你妈身体不好 我体谅你的时候 你为啥不站在我的角度为我想一想 你就咋不说早点回家帮我带点孩子 我去做点饭 哪怕早起起来你帮我做一点饭了吗 每天早起起来我不跟你做饭 你都骂我 嚷我 问你呢 你在家里咋说的还是接着说呗 我在家里也没打扰的人 所以我们看这个事特别有意思 就是当那个女生这么说的时候 没人会去说她说 你就应该自己带孩子 其实我们说的是 如果父母能帮着带 那是你的幸运 对吧 对 他做得好就在这 反正家里面老人确实有这个情况 我也不抱怨 但是他这个抱怨并不是抱怨老人不帮着带 而是抱怨自己的先生不知道疼他 是吧 对 你听得懂听不懂啊 听懂了 你今天来干啥 来想让他跟我好好过日子 他 行 那你说你想让他怎么跟你好好过吧 我就想让他谅解我一下 你谅解你什么吧 谅解我在外边干活挺辛苦的 然后 那好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你有义务管你儿子吗 有 那你干嘛不管呢 我也管 我到家有时候吃完饭 我也看孩子 我也